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爷可怜可怜我爸 赏一点吧 大爷 大爷 用心意好 少点 少点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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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想活命啊 听我们的 开车 莫小姐 您好 您好 沈先生定的位 沈先生 这边请 您请 沈先生还没到啊 对 还没到呢 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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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多麻了呀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等 好 等等 我先走了 沈先生来麻烦你告诉他 我在家里等他 好 你慢走 齐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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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喂 您好 请问沈主任在吗 不在 不在 那麻烦你找一下王建忠 就说我是莫彦平 也不在 也不在 请问 你还有什么事吗 谢谢 好 你们是 莫小姐 有事情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事啊 你们沈主任呢 不清楚 我只是过来接您的 接我 去哪儿 青木公馆 新西林 吸取联系只不过六个小时 我听想 有必要这么晚 去青木公馆吗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只是 只是觉得 博天嫂 似乎对这个中国人太关心了 当然要关心 沈西林是为帝国工作的 她的身份特殊 这么长时间失踪了 一定是有问题 真的 有人会按赞她 如果沈西林死了 我们在天津的治安工作 可以说完全失败了 不许 可惜 现在情况还并不明了 毕竟 应该想由青木公馆去处理 我们现在介入 会不会有点早 好 江藤君 你错了 我们这个时候出现 会让为我们工作的中国人 感到我们对他们非常重视 沈西林做事情滴水不漏 她不在 我们正好可以了解一下 她身边的人 请你记住 对身边的中国人 不只是关心那么简单 请你不要绝对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 哪怕她是为帝国工作的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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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小姐 金钟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您把我叫到 沈先生到底去哪了吗 我晚上跟他约了吃饭 等了一晚上他都没来 是 沈主任可能 可能出了点状况 谢灵怎么了 孙周 咱们就别瞒着莫小姐了 这事想瞒也瞒不住 来 莫小姐 请坐 是这样 沈主任现在找不到了 我们已经好几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 怎么会这样 莫小姐 你不要担心 我们已经派人出去找了 没错 不过我们现在只是在海河边上发现了他的汽车 天哪 把汽车丢在海河边 人却不见了 一般情况下除了劫持 那就是 莫小姐 莫小姐 沈主任不会有事的 你要相信在天津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 不不不 心灵肯定是出事了 出大事了 你们都在这儿站着干嘛 还不赶快出去找啊 补田先生 您跟汐轮是好朋友 您一定帮忙找找他 在天津没有您做不到的事 当然 我是最担心沈先生的安全 所以我才到这儿来了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让家腾派宪兵队去调查了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 但是他们说得没错啊 在天津没有什么人敢对沈先生怎么样 给莫小姐倒杯水吧 是 莫小姐倒杯水吧 对 不对啊 沈心灵失踪了 你们都不去找他 却把我叫到这儿来 这是什么意思 莫小姐 不能这么说 我们行动队啊 现在已经把所有人 都派出去找了 但是你也知道 沈主任这个人较有广泛 是吧 俗话说得好 朋友多 那得罪的人也多 如果沈主任真惹上什么麻烦 那一定是大麻烦 一时半会解决不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 什么话 实话 莫小姐 沈主任现在失踪已经七个小时以上 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 而且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沈主任已经凶多吉少 所以我们才把你找过来 想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建伟 别废话 好 莫小姐 别担心 我们就是想了解了解情况 再说了 五天大的今天来 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是吧 莫小姐 莫小姐 你要非这么说 那我就没办法 不过话说回来 你虽然是沈西民的女人 但并不是名为争取啊 再说了 你毕竟是一个 一直出入夜总会的女人 那就是我们调查的对象 好 莫小姐 我也是没办法 我这是在执行 特务委员会的调查规定 希望您能理解 好吧 你 你 好了 救命 莫小姐 你什么时候说实话 我什么时候叫你 莫小姐 那你就说什么 沈主任这两天都去哪儿了 你又都干了什么 五天先生 你就看着他们这样对待我 这是 这是他们在审讯你 我在这里 不便多问 但是 你还是把事情讲清楚吧 你看莫小姐 这大作都放话了 是吧 你就把话说清楚了 你这两天都跟谁接触了 你都做了些什么 难道他们发现我了 还是紫生出事了 还是神经理安排的 不要慌 要镇静 镇静 莫小姐 怎么不说话了 难道是有什么不能说的 啊 不对 他们要是发现我 或者紫生出了问题 不会这样问我 神经理安更不会 他要想害我 根本不会等到现在 好啊 那我倒要先问问张队长 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哎呀不是审问 是询问 希望莫小姐配合 你放肆 你放肆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我是沈锡林的未婚妻 而你是她的下属 沈锡林失踪了 你这个行动队的队长 不忙着去激凶归案 却在这审问自己上司的家属 你安的什么心 莫小姐 你先别激动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 就算你是沈主任的女人 那也是我们可以怀疑的对象 你放屁 张宁辉你就是没安好心 我看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你 有些话可不能胡说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不服沈锡林对不对 你天天想着特务委员会主任的位置 应该是你自己的 我提醒你 现在是我在问你 你没资格问我 我没资格 好 你说你是沈锡林的女人 有证据 就给你一张嘴 她 沈锡林跟武田先生说过 是不是 是的 沈先生 是对我说这样的话 就算沈锡林说过 但又这没什么呢 谁不知道沈锡林外庭女人多了 没准是随便玩玩而已 你混蛋 就你敢逗我一个试试 你看我什么感觉 沈锡林失踪了 你可真得意啊 你这么不慌不忙的 你以为这样你就能坐上他的位置了是吗 好飘 我死了你的嘴 你干什么 金慧你干什么 你能把句句说到你心里去了是吗 张金慧 你就算准了沈锡林回不来了 你敢这样对待我 你就不怕他回来一敲崩了你 我怕我怕个屁 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女人 谁会信你啊 好啊 我现在就去给南京的余处长李局长打电话 看看他们是信我还是信你 达 你怎么现在就来 看老子今天怎么收着你 你真对的 陈莫小姐要尊重 大祖 天涯女人我怎么尊重 我怎么了 你就是没爱好心 你千万再说一点 我给你先生 你口口声声说跟锡林是好朋友 你就能看着他这么欺负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抓到谁去谁去 不要说了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找到陈先生 我相信莫小姐 但是对沈先生的失踪并不知情 吴姐先生 我们家锡林全靠你了 不 请放心吧 请放心吧 我不会让锡林出事的 如果真的有人算计她的话 我会第一个不放过这个人 送莫小姐回家吧 加强保护 莫小姐 请 大总 这个人可是你让我找来的 就这么放他走了 莫小姐 你表现得很正常 正常吗 正常吗 你让我把他抓到新军时期 我保证什么都问出来 全队长 我希望你能想清楚 如果 沈锡林被人救了 回来了 平安无事的话 你审讯过她的女人 结果会怎么样 大总 如果真是那样 我相信大总一定会做出一个 正确的判断 沈队长 你得用意外明白 而且 我坚决支持你 如果山西林真的回来了 你放心 我会帮你说话的 现在最关键的 是要找到她的人 如果她真的失踪了 你怎么审讯 审讯什么人 我不干涉 好 那大总 我现在就安排去找人 不干涉 你怎么看 我看不出 莫言平这个女人 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沈锡林 厉害的地方 处处左右方圆 连个女人都调节得这么好 看来 我们只有等待了 不管是死是活 最终 都能看到结果 嗯 莫小姐 请您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可以叫我 我们就在门外 你们这是 怕您出意外 在沈主任没回来之前 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辛苦了 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沈锡林真的出事了 那我呢 我看您的事 沈锡林再一次感到了 非常的恐慌和无处 第一次是知道方军年死了 自己被抓进青木公馆的刑讯室里的时候 而这一次 沐延平清晰地感觉到 沈希林的存在 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五哥 别 大哥 这人都弄来了 现在怎么着 直接宰了 这小子还真有好东西 表五啊 你什么时候改街道啊 这就是你们终于社的规矩啊 你怎么知道是我 就凭你那只不利落的手 行啊 算你聪明 老的就不躲了 沈老板 你没想到今儿落在我手里吗 想到了 也就你这样的蠢蛋 能干出这种事来 想到怎么样 你还能钓一个房子 把我给绑了 老五啊 把我是为了钱吧 带个价吧 爷儿这不为钱 我要你的命 待会儿啊 就把你这身肉 扔到海河里去喂王吧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呀 我知道你是真不知道 鸿门老大 日本人全都是你的靠山 您多吃得开呀 但是我跟你说啊 今儿啊 你算是到头了 你觉得你跑得了啊 杀你动力太大了 要不然咱们在城里就动手了 待会儿啊 装一麻袋扔到海河里 神不知鬼不觉 你还以为那日本人通天 走到我头上来 神不知鬼不觉 我告诉你 没有不斗风的枪 都是在道上混的 你今天干出这事来 明天你脑袋也保不住 你信吗 找到我 找到我怎么样 猴年马月了 我早跑了 想得够周全 不过有一点我没明白 你说你们八爷 也没对我怎么着 你干嘛要把事 做得这么绝呀 你个僵死之人 我就不瞒你了 今儿的事 跟道上 跟生也没关系 就是有人出钱 要你这颗脑袋 好 那冤有头价有主 那你告诉我是谁 我到那边也好找他呀 你自个儿下去问 姚王爷子 先把咱俩的账给了了 你的账 对呀 我先废了你自己的手 给我按着他 你什么人 鸿门子弟 姚五 你也是插了香火 拜了祖师爷子人 怎么干起打架劫 是有欺师灭族的勾当 放人吧 孙子 我连你也做了 是是 都别过来 谁过来 谁来我杀了他 我踩西医生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灯 没事 没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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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谢了 敢问兄弟是鸿门哪个汤口啊 这个先生就不必多问了 那好 那你跟伍爷说 改天我登门道谢 沈先生 这事还没完呢 没完 有人要见你 要见您的人就在里面 请吧 沈先生 怎么 您找我呀 既然来了 不如坐下来喝一杯 这么神秘啊 看来你们不是鸿门的人呢 你说对了 你应该见过我 可是看起来面生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你不用谢我 你能逃过这一劫 是因为杜娟回来了 我怎么听不明白 哦 我知道了 你是在说 我今天晚上的经历 正应为一句古诗 山崇水赋移无路 青州已过万重山 沈先生 我是老家派来的 算了 其实我们一直在派人 暗中观察你 而且也在想 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联系 今天如果你们不来的话 我可能真就交代在 姚武那王人手里边 这个姚武 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 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联系 不会让人起身很疑心 所以说再感谢他呀 保护你是我的职责 你提供的情报 一直都非常重要 在抗日战场上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借于你身份的隐秘 和你所属位置的重要性 组织上队怎么找到你 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你联系 一直都非常谨慎 经过再三的考虑 才派出黄绍峰同志和你接头 只可惜啊 是啊 我眼睁睁看着他在我面前倒下 却没办法救他 能让你更深地潜伏下来 我想皇上方同志在天之灵 应该感到欣慰了 他死得其所 可谓是大英雄 只是他死得太突然 组织上还一时间无法再派人 肯定联系 直到今晚 这样 直到今晚杜鹃又出现了 好 这么多年 你只身一人在敌人内部 幸福了 我一茶代酒 敬你一杯 不过有个问题 你要回答我 你为什么把情报卖给法国人 你是说临时飞机的图纸啊 是的 怎么组织上怀疑我 我只是了解情况 你为什么要单独行动 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等刚才这杯茶等得太久了 不然呢 就甘心做一个罕见特务 或者是一个洋行经理 我不想只做一把 在敌人怀里慢慢生锈的匕首 我要刺出去 无论是刺向敌人的后路 还是慢慢插进他们的心脏 那么你就不担心吗 我没有上线也没有下线 出了问题只关系到我一个人的生死 我担心什么 要是真的出了问题的话 兴许我就解脱了 我就不用再背着汉奸的骂名 如履薄冰的每天循环作乐了 我是个游戏鸟的人 我一直在等待组织的出现 可是永远也不知道组织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其实即便你今天不来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可能就是我们潜伏下来的人的 最终的宿命吧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因为你做得很好 你的情报通过孟雁平和紫胜的传递 使我们在战场上获得了很多的先机 孟雁平的事情 还是希望组织能够理解我 不是迫不得已啊 你的做法虽然很冒险 但很有价值 盛行令董事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刚才说的话 我必须为组织了解你的情况 好 现在我传达对你的指示 你要继续潜伏下去 收集日文情报 我是你唯一的联系人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一个人战斗 我一直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只是等组织的声音等得太久了 家里人嘛 总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 不是吗 来 对了 我现在有点怀疑我们的天津系统 已经被别的人渗透进来了 你是说子生身边的人 对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 那个巡捕房的老谭是总统的人 果然是他 他一直在揭取我们的情报 我们对国民党方面一直有所防备 这样的格局也是组织上故意安排的 何况子生现在也成熟了 他现在是跟总统方面的联络人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更换 我们交换情报的方式 不 一切照旧 为什么 因为你的存在 对组织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保护好你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是汉奸特务 连总统方面的人也这样认为 不然就不会有今天姚武的事 哦 你是觉得姚武背后有我们的对手 很有可能 我也这么想 要不然像姚武这样的小混混 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所以才要一切照旧 对莫彦平和子生也一样 现在日委方面对你没有丝毫的怀疑 如果稍有变动 我担心中统方面的人会有所察觉 那个巡捕房的老谭我接触 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 这个老谭确实有点意思 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一个简单地潜伏下来的特工 他的资料查过吗 我们查过 但没有太多的线索 这不行 一定要查清楚 必须要了解他才知道他怎么出牌 嗯 你的这个想法跟组织上不谋而合 所以对老谭这个人还需要再想办法 好的 我会的 哦 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 武田红一从来天津的时候 就一直在找他的两个老同学 其中一个是子生的父亲 也就是已经牺牲了韩淑孙 还有一个叫范江海 他是中统党务调查科第一期训练班的教员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人在天津 可是这个人很神秘 一直都找不到他的中心 而子生跟这个老谭关系密切 你想想 一个老谭没有前生 还有一个范江海没有金氏 这是不是有点意思 你的意思是 老谭就是范江海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这是职权 哦 对了 以后我想职权找你 怎么联系你 必要的时候 你可以去西全医师找我 对了 这些年虽然我没跟组织联系上 不过我也没闲着 做这个洋行经理我可挣了不少钱 官商勾结各种办法 总之是些不干净的钱 但是我想把这些钱花到干净的地方 我想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抗战经费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药品 布皮 棉花 都在码头的仓库里边 我会找时机把它转交给你的 这太好了 没想到你还成了我们的财神爷了 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了 好了 这天都快亮了 我得回去了 要不然该引起怀疑吧 好 我都安排好了 会有伍爷的人送你回去 昨天晚上的事 就是帮会的人找你寻仇 幸好得到了鸿门中的大酒 好了 保重吧 继续先不先学养 是我们一些很艰难的事情 而且 我们会永远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感受 我不知道 如果换了我 是否也能像你那样坚持下来 所以 我代表总是感谢你 感谢吴迪 我只希望有一天 我能够大声说出我的信仰 然后可以告诉别人我是谁就好 会 一定会有能够听到 我愿意 你 tahu 此刻的沈锡林心中充溢着温暖与满足 就像是漂泊的游子寻觅已久 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向一样 那是种无比的幸福和踏实感 杜鹃的再次出现 让他不用在敌人的黑暗世界里 独自一人苦苦挣扎 而沈锡林身上蕴藏着那股无形的力量 更加坚持了 他要坚持下去 做埋藏在敌人心脏里 最致命的尖锋利刃 在敌人的尖锡林身上 那你怎么回来 我不回来还出界范 你等等 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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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平 人别找到你怎么回来 敌道呢 怎么办 你总得让我抓武器 对了 宪兵队那边有消息吗 没有 对了 前段时间中医社的人 不是跟东华洋行 闹过一次吗 你有没有去问一问 问问街上你也小混混 问了 跟人家没关系 他们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吧 怎么 你有证据啊 人家八爷说了 是跟东华洋行闹得不愉快 但是也知道沈西林到往深 没必要跟人家撕破脸 知道吗 那还有谁想对付沈出来的 你说这事也真挺奇怪的 要真实绑票总得有个信 不会这沈西林真被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说建忠 咱俩多少年关系了 怎么现在一提起沈西林 你就跟我犯明白 我不是跟你拧吧 这沈主任失踪了一夜了 是不是 他是我们的上司 就算找不到人 咱们也不能盼着他出事了 对吧 我盼着他出事 我盼着他出事 我找一晚上 我知道可人家不知道 什么意思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莫小姐的话 你还没有想明白吗 沈主任的安全 本来就给你们行动队负责 沈主任要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南京方面追究上 第一个找的还是你 找的找我了 他沈西林去哪儿 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什么时候跟行动队汇报过 一出事就怪到我头上啊 好好好 我们就当他是风言风讯 是吧 知道的 是你找了一夜没找到人 不知道的 真以为你惦记主任这个位置呢 建东 你现在真成了沈西林的狗腿子了是吧 我告诉你 天津站的主任我不是干不了 这个位置哪天真空出来 我还真就当着不让了 我这是为了你好吗 你别给我好 你怎么不吃好人心呢 队长 沈主任回来了 在哪儿 在东华洋行 虎爷呢 改天我登门道谢 哪里哪里 幸亏少听让人发现得早 没伤都成了一人 那就这么说好了 我哪天在家里边略备火酒 就供奉您的大家帮您了 沈先生岸山交换 告辞 虎爷 沈先生真是神仇广大之人 什么朋友都有 以后这种事 轮不到我帮忙了 好 您没事吧 你们带着人到这儿来看去 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东华洋行跟特务委员会的关系 让他们都撤走 你们俩来 是姚武帮帮您的吧 是姚武帮帮您的吧 要不是五爷的人得到风声 我估计啊 我今天就回不来了 行 那我去把忠义堂给抄了 没必要 这道上的事由五爷出面 估计姚武那帮人早就跑路了 据我所知 忠义社跟八爷并没有参与 事闹大了 对我们不见得有利 那您那一次事 就这么算了 我会有安排的 有我那帮人该抓就抓 没必要南威道上的兄弟 好了 现在安排车送我回家 沈主任 这个 怎么 沈主任 沈主任 按照规定 特工失踪的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必须第一时间回报清楚 这您不应该不清楚 这我知道 那既然您知道咱们就 我做什么 需要你安排吗 我再说一遍 我要回家 沈主任 沈主任您坐好车 天平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看老婆 这么回头 热菜马上就好 等等 等等 你坐下 坐 我找女人呢 不是让她来熟虎的 也不是让她来干活的 因为我不想去找个厨女 这就是送给你的 这是我从法国的 顶级的主宝设计师那儿 专门为你定制的 全中国 应该没有点了 还好这帮兔崽的 莓果弄丢了 要不然的话 我可饶不了她 行 怎么了 没关系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可以让他们 再换一个换食 我害怕 你都不知道我昨天晚上 多害怕了 我想如果你真的不怀难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昨天我一夜没睡 我一听见门口有动静 我就 赶紧冲过去把门打开 可是一个人都没 感觉好像又 突然又支撑了一个人 其实我明明是醒着的 可是感觉好像像在做梦一样 我只想你 你要是万一不回 我 我 我不要这么大的戒指 我也不要那么大的房子 可是我不想一个人 你要是万一真的不回来 我 你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 可是我还做了什么 都没为你做 叶鸣 叶鸣 我总认识你 到了邪勒门 又搬到这儿 感觉好像每天都在做梦一样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时候 都会突然醒来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别害怕 有我还在 总会有 让你不再害怕的那天的 真的吗 是吧 真的 喂 沈主任 武天大佐剛剛打過電話來 他知道您已經回來了 他說今天晚上在江湖料理 設宴給您壓壓盡啊 我知道了 還有一個情況 怎麼了 武天大佐已經下了命令 把天津進口城的所有路口 都給封鎖 說是 一定要抓到那個安孫你的人 來 武天兄 要感謝您的盛情邀請 我的事讓您費心了 聽說您還用個顯兵隊啊 那那那這是我應該做的 你能平安地回來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處理什麼事情的話 這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 那都是小事 這怎麼能是小事呢 天津的幫會分子太強勁了 竟然敢對沈先生下手 這對賣啊 我都是東華洋行的經理 所以說出這樣的事也很容易 不 這個東華洋行和日本的關係 在天津無人不知 你又是投委員會的主任 這在天津來說 又不是什麼秘密 那些小小的幫會分子 因為生意恩怨敢對你下手 敢這樣做 不簡單 我一定會讓下面的人 再去仔細調查 不過 為這件事情封鎖全程也沒必要 當然有必要啊 我在你失去聯繫的第一時間 就封鎖了全程 我相信 那些人跑不出天津 武田兄可真夠快的 當然 張隊長我相信會親自抓到這些人的 那當然 沈主任這次能風雄化雞 我們這些做同仁的心裡也都很安慰 沈主任我敬你一杯 啊 張隊長在我走的這晚上也很麻煩 沈主任 自從你出事之後呢 天津戰上上下下都很擔心呢 但是我們又是職責所在 所以對莫小姐多有得罪 還希望沈主任不要監管 啊 張隊長克盡職守 我相信沈先生不會為這樣的事情 對你的手下心曾見諜吧 怎麼會呢 張隊長是什麼人我心裡最清楚 而且那些是你應該做的 當然 職責所在 我這個行動隊隊長 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 我心裡非常清楚 沈主任 這件事情呢 不會就這麼算了 誰敢對沈主任不敬 那我張金輝就算是絕地三尺 也要把這個人給找出來 那謝謝了 不要再說了 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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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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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晚了 天津在劍宇 路不好走啊 劍宇也是你鬧的 前幾天刺殺沈锡麟 是你安排的行動嗎 是 是我手下人干 我只是让你调查 没让你动手吧 他的身份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老师 这是徐局长的意思 他在为日本人做事是罕见 说了他是应该的 人呢都这样 这儿 管越大越毛躁 还不知道对方是谁就要动手 也不怕伤着自己 不管沈锡林是谁 他现在也回到了秦宏公馆 你的行动失败了 失败了就很可能要暴露 陆太红一不会放过这件事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那些人不会再继续开口说话了 我再说一遍 天津任何行动都要通过我 天津的事我说了算 可是徐局长的 谁在这儿都一样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调查沈锡林 这儿都要做的 是 这儿都要做的 救救救 救救救 到家了 你要去找找 咱们这溜溜的 我刚才跑了好几天了 姚武这家伙 怎么连个眼都没有啊 是啊 这姚武 是不是已经离开天津了 不可能 全城都封锁了 他跑得了吗 那也不一定 怎么说 这姚武也算终于帅的一头目 没准 道上的兄弟有办法 不可能 这次宪兵队搞出这么大的同情 邦会的那帮人胆子再大 不敢和日本人对着看 那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咱们行动队加日本先兵 绝连几个小混混都抓不住 所以说 你们更得清楚 五天大作这次 为什么这么行事当中 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还不明白吗 我们和日本人 都找不到的人 他身后一定有人 好吗 张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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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有人物的消息了 喝什么水 快说 我那 我有个老乡 这正好在那个中医社瞎混 跟姚五爷有点交情 他跟我说 姚五可能躲在那个 唐 唐公附近那个村里 这 这瞎我好抽口大烟 昨天还让他守在那个 二托子找来大烟膏子呢 知道地方 把啊 知道 来 来 全是妖物 就是她 什么 我们已经找到妖物了 不过她已经死了 死了 什么死的 验尸官刚刚检查过 她和她的两个手下 都是被毒死的 毒死的 死了多久 超不过一天 不不不 妖物没有死 没死 她只是身中剧毒 目前正在永安医院抢救 现在在昏迷当中 大佐的意思 我明白了 大佐放心 明天的各大报纸 都会有这个消息 太好了 卖报卖报 终于是在头目授五 在唐姑一孙被发现身中剧毒 卖报卖报 卖报卖报 终于是在头目授五 在唐姑一孙被发现身中剧毒 卖报卖报 终于是在头目授五 买报的 来 来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吧 你失手了 接下去的事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老大 继续出门 那边还睡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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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我本来以为还要多等两天 没想到你这么没耐心啊 带走 是 老实点 走 好 你们先在这儿等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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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急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啊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礼物 沈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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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走 走 走 把你交代过的再复述一遍吧 我叫林奎 总统三组迪瓦克 总统段白源 代号影子是我的商机 我们在天津的主要任务时 负责破坏和暗杀 姚武的事就是影子散化的 影子在天津的联系人是谁 这个肚我也不清楚啊 没影子 每次来监禁 都会去法处界文章街附近 不能 那应该是一个隐蔽句点 跟他见面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 我不喜欢 不喜欢听不知道这三个字 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不喜欢 不喜欢 不光 那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眼目 每次演的去 都是一个人 最近 还会去那里街头吗 这没有十七号 下 下午三点 下 下 那还会去那里一次 验子有什么样的责证 中等身材 喜欢穿上衫 戴礼貌 一手哪一个外面鬼 另一个什么 加更外包 谢谢咱们 看来这条鱼很快就回落网了 而且和影子联系的人 很可能就是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的范江湾 我也这么想 要不然 那个影子不会这么神秘 是 我希望这次行动 不要再出现任何差错了 而且根据你们特务委员会的规定 参加行动的人 都要随时带命保守秘密 对吧 我明白 那我这就去安排 等等 我提醒过你们特务委员会 对你加强保卫 安排得怎么样啊 真的谢谢您的关心 还真是 我现在不管去哪儿 身边都会多带两个保镖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如果张队长安排得不到位 请你直接告诉我 这您放心 我的下属还是听我话的 那就好 那我们去喝酒吧 好 吧 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开会 有重要任务 是 沈锡林又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中统特务林坤的罗网 必将导致影子被捕 不管影子是不是跟那个神秘的 藩江海接头 他落在日本人手里 很可能那个中统特务老谭 也会保不住 随之而来 此生还有莫艳萍就会 沈锡林决定 必须马上通知老州 要避免党组织遭到危险 二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燕平 我今天不可以吃饭了 最近有点忙 我想去医师泡一下 解解房 我还说要给你准备晚饭呢 那今天是吃不到了 不好意思 对了 你窗口放的那菊花 你也得浇点水了 都快点了 知道了 挂了啊 菊花 西泉玉湿 这次行动 武天大佐十分重视 他会亲自指挥 而且宪兵队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 为了顺利抓捕中总特工 这次我方的负责人 由张金辉张队长负责 怎么张队长 没有娃娃 当然 那好 从现在开始 特务委员会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 都要听从张队长的指挥 文昌街 是法租界比较繁华的街道 乡路口 一共有八个 大小店铺 一共有十八个 在每个路口 都会有我们的人 和宪兵队的人 并且 在每个商铺 也会有我们行动队的特务 我会亲自带着林坤 在街上指认影子 一旦目标 多个人物出现 武田大佐就会发出指令 我们所有人 立刻被捕 这次影子就算插上翅膀 也别想飞出去 很好 张队长这次看来 准备得很充分 还有一点 鉴于影子屡屡漏网 为了行动安全 我们每个人 必须随时的 不可以回家 更不可以单独 与外界联系 张队 不知道您同不同意 如有违反 以通敌罪论处 是 怎么样 真假放心了吗 放心 你不是一直担心神主任 你已经跟我小姐的事情 遗难你吗 我跟您说 他不是你儿子 要不然人家 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行动 交给您负责吧 小 我是行动队队长 我不负责谁负责 这是明白了 去理工老的事情 人家自己不会做 我觉得 人家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别自己不下了 表示表示 出新闻 单主任 张主任 张主张 真没想到 单主任能让我负责这次行动 应该的 这方面你的确比我强 于公于私我都会选你的 你是这次活动最佳的人选 郑主任放心 我们行动队呢 不会让任何人失望 别出差了 好好干 李特伯 这两天是不是都是你和钟万昌 在保护郑主任的 对 有什么情况吗 没什么 一切正常 从现在开始 你不光要保护郑主任 并且要时时刻刻地盯着他 明白吗 明白 在青木公馆内外 他接触了什么人 干了什么事 都要告诉我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并且 你们两个 不能离开他半步 是 我先把人家人要去做 在办公室门一天了 至于转眼 出去啊 张队长特别交代 从现在开始 到抓捕影子行动结束之前 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青木公馆 更不能单独跟外界接触 对 这是我下的命令 不是 那您还要 这东华洋行也是我们的业务之一 这可不算是擅自离开 另外 我这去哪不在你俩跟着吗 这也不算单独跟外界接触 对吗 是 对 但是这 兄 停起 走 你小子给我看清楚了 要是漏了人 你的命不就能不能 我们的人都委员会的人都已经不讲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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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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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